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MAS学院学习自动化测试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使用webdriver来模拟鼠标事件和键盘事件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使用webdriver来处理对话框 以及多窗口的一个光链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谓的对话框 我们打开MAS学院的主页 大家来看在这里,它是有个对话框的 MAS学院这个和曲老师交谈的一个对话框 那么有个时候呢,我们是想把这个给关闭掉的 那么在关闭的时候呢,大家来看我这里有个结束对话 还有一个关闭,我其实点这个关闭呢,它就可以把它关闭掉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把它关闭掉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什么呀 找着这个元素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我们以前所学的一个知识 大家来看在这里审查元素 我会发现这是一个DIV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使用ID 或者是CastType 这种呢,来找着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呀 使用CSS或者是XPath来进行定位 那我们在这里拷贝一下 比如说我们拷贝XPath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把它关闭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去把它关闭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打开我们的Python 开发环境 Python ID 把它拉小点 然后我们fromweb driver import fromc65 importweb driver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流浪器 我们看它的主要是这样,我们一会打开这个主要 打开流浪器之后,我们DIV的get打开Math去 然后我们等待那个地方不能出现 然后第一的Xwindow,把这个最大化 然后现在我想把这个关闭掉 刚才呢,我们已经拷贝了一下这个XPath 然后我们看这个XPath具体是什么内容 大家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XPath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下这个XPath X两个斜杠是说里面所有的元素 那所有元素我找哪个呀 找这个ID是DIV Company Mini的这个DIV 我们来看一下 找这个DIV之后呢,大家来发现它在这里呢 这是那个DIV,找到DIV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下面它会有四个DIV 一个是麦子学样,一个是缩小,一个是关闭 那么找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DIV4 1,2,3,4,这还是四个,我们来数一下 1,这是第一个,麦子学样 2,缩小,3是千万层口 4,是关闭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找着这个XPath 那么然后呢,我们去查找这个元素 D等于D的FundElement 在XPath 拷贝一下 粘贴 然后我们E的Clic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然后在这里操作 回车 大家来看这个窗口关闭掉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关闭这种窗口 那么第二种窗口是什么窗口呢 是我们这个登录的窗口 大家来看在这里有一个登录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去查找这个元素 并且呢,Click一下 我们把这扇子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去点击这个登录 然后D的FundElement ByLink Test 登录 Click 大家看在这里呢,我们弹出了一个什么呀 弹出了一个登录的对话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两个对话框 它的具体的 位置 我看使用哪种方式的定位 我们在Chrome下看一下这两个元素呢 它的ID分别是ID AccountL和ID Password-L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FundElement ByID的方式呢,去查找这两个账号 那么在做登录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注册MED学员的账号 我这边呢,已经提前住好了 然后我的账号呢,是MED Test At139.com 然后我的维码呢,是ABC Year3456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 模拟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个注册了 用户的一个登录 首先来看,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定义一个变量 账号 账号 等于 刚才所说的是 MED Test At139.com 然后我的PWD 等于 ABC 123456 然后呢,我们首先 要 输入 我们的 账户 比如说 Account 这个一二一 等于 算的 D的 Find Element By ID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ID是ID Account A-R 再来看,我已经找到了 AC的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清一下 AC ELE的 CLEAR 清一下 然后我们再输入 AC的 ELE Send Case 输入我们的账号 再来看,我已经输了 然后我们再查找什么呀 再查找到我们那个密码的 ELE PWD 的ELE 等于 把这个拷贝一下 这个是Password的 Password的,然后呢,我回车 大家看这个元素呢,也找着了 PWD ER D,这个写错了,应该是ELE 等于D的FindElement 同找一下 然后呢,我们PWD ER E CLEAR 清一下 然后呢,PWD的ELE Send Case 可以把那个 PWD给它发过去 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击登录了 P D的 FindElement BlingTest 登录 Click一下 Case 大家看,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登录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呢 把这个 输入框给我打开了 并不是这个 登录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 使用 其他的方式呢,去 操作 操作这个登录 大家看在这个里面 那个 登录呢,他也是有一个ID的 我们来找一下 大家看这个 ID呢,是Login Btn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去使用这种方式呢 去定位 因为这个名字呢,有冲突的了 他认为是第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做一下上面这几步操作 我们呢,就再做一下 然后呢,我们重新把这个重新复制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需要登录 这个登录呢,我们刚才试了是不能用这个文字的 好,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ID 他ID,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是 Login 下滑下 Btn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操作 D的 算的 Element byID 这个元素的名字是Login Btn 的 Click 再来看 在这里呢,我就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呢,我们需要点击一下这个 把这个给他关一下 因为这个不关的话,他后面 会有点问题,或者说我们直接 如果说我们判断出他弹出这个框来之后呢 我们也认为我们这个账户呢,是有效的登录成功的 如果说你登录不成功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做个实验 那比如说随便输入一个账号 他这边呢 会显示一个该账号格式不正确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 我们来返回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使用 try e error 等于 等于 d fand element by link test 盖账号如果 不正确的话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打印一条 print account error 然后在这里 这个有点try一个sav的这个不太好使 在这里补货这个一堂就行了 其实就是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找一下这个账号 如果不存在 再来看 在这里是找不着的 找不着说明我这账号已经存在了 如果找到照就说明我们这个账号 它是不销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登录成功的一个判断 那下面呢 我把那些刚才所有的步骤呢 写到了一个pass文件中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脚本去测试一个账号 是否是mess群合法的账号 那我这边的编辑和运用环境呢 使用的是savlan 大家呢也可以配置一下这个编写python的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代码 我在这里呢 把mess学院的url 以及我们这个登录这个元素的tys给定义出来是登录 然后的账户呢 是刚才我们所使用的账户密码 这是一套的 那我们把整个验证过程呢 封章成了一个函数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呢 我使用直接在我的主函数中来定用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open fairfox 打开firefox之后呢 大家看我在这里去请求的页面 请求页面之后呢 我在这里进行了一下休眠 这个其实就等待我们这个页面请求完之后呢 大家知道 麦克学院会弹一些框出来 我们要等把那些框全部弹完 全部弹完之后呢 我把它最大化 最大化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又加了个阳识 让它休眠两秒钟 然后加完这两秒钟之后的后面 我就直接click登录这个元素 然后呢 在这里 这个就是做登录 这个login就出来了 这是度login 度login之后呢 我就在这里查找我这个账号输入框的元素 然后呢 把这个账号输进去 大家看我在这里把账号输进去 然后呢 查找密码的输入框 然后把密码给输进去 最后呢 点击这个登录元素 也是登录那个bnt按钮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 是否登录成功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在这里做了个简单的判断 如果说我这个里面 还有这个什么呀 还有该账号格式不正确这个字体说明呢 我们这个账号是有问题的 它是登录错误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合法的账号 那否则呢 我在这里就是打印出了account and pwd read了 那么这个语句呢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 其实只有一条是不够的 因为Math学院有可能 比如说我输入的时候 我这个密码不输入 然后登录一下 它就提示是另一种形式 然后你账号不输入 它又是另一种形式 我们在这里只是做第一种情况 后面的情况呢 我们后续的讲讲解中会继续 把这个完成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Ctrl B 等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那个 浏览器的一个运行状况 我们等这个浏览器起来 稍微等一会儿 大家看浏览器现在已经启动了 然后呢 打开了Math学院 这个主页 然后等我们那些框都全部塌完 然后把浏览器最大化 我这修眠的时间有点长 一会儿这个修眠呢 我们会专门讲为什么要做修眠 然后C6呢 它也就web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修眠的行数 这个呢 修眠等待一个空间出来的一个行数 这个方法呢 后面再讲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过程都做完了 用后面和密码输入都已经进来了 然后在这里呢 它提示让我网上这个资料 这个呢 我就想不管了 反正整个过程呢 已经是可以的了 那么通过这个测试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答应结果 大家来看在这里呢 我们account and pwd is right 那么既然我们整个测试过程做完了 我是不是要把浏览器给关闭掉 我调一下d的close 把浏览器关闭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测试用力 就可以去测试一些账户了 当然还需要扩展一些和文件 或者数据户挂起来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对于这个对外框的一个处理呢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像这些时间为什么休眠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继续讲解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